大家好,我是北风网的Bob 那这是基于WPF的流程设计器系列视频的第20讲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内容 那在上一讲中,我们完成了线元素菜单的两个项 一个是增加线元素中的点 使线元素变成线段,可以改变线的方向 可以线的一个位置上 第二个是删除线元素 删除线元素要从两方面考虑,一个是删除线元素本身,一个是删除 某一个element control 普通元素的时候要删除普通元素所附带的它所有的线 那从这一讲开始,我们来把焦点关注在这个图上面 那我们要开发一个小地图功能 小地图,或者说通俗点击就是缩裂图 缩裂图的功能 那么缩裂图一般的功能 我们一般它就只是看能够让用户看到这个整个流程图 因为如果流程比较大的话 能够看到整个流程图的一个外貌 这是一个缩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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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这个缩裂图还附带一个功能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缩裂图来 使这个我们的整个流程图来进行 就变大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流程图只能画一个屏的区域 OK 只能画一个屏的区域 所以我们的缩裂图还有功能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这个如果这个流程图以后变得比较大的话 可能还能往右边或者往下边移的话 我们是可以通过缩裂图来移动 缩裂图来移动 那这个是就是说我们要开发的这个 小地图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 当然还附带这个放大呀缩小啊 这样的功能 放大放大把流程度放大 把人数所小啊 这个功能都都在都通过缩裂图来做 就是不建立独立的菜单 OK不建立而且我们也没有地方放上啊 就只建一个缩裂图 好 那么呃缩裂图我们初始状态是放在整个图的这个右下角 上右下角啊 所以我们待会会建一个独立的用户空间来做 那么在建用户空间之前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 就是说怎么来实现这个缩裂图的功能 上啊 那么我们呃在很多的一个设计工具上 或者说是呃如果大家以前玩呃电子游戏的话呢 电子游戏里面经常会有缩裂图的这个功能啊 小地图的功能 哎小地图的实现有很多种方式是吧 啊 第一种就是大家就是说直观的能想到的就是我把所有东西都重画一遍 哎就只是画的比较小一点 那这的确是可行的啊 这的确是可行的 但是呃就是说呃如果是要这样的话 如果是重画的话那么第一就是说你的代码量和计算量会非常大 因为你要实时的去重画 OK我一改变就要重画或者说我不停的要重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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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么你重画这些代码非常就是说多是吧 重画代码非常多啊 那么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是不是能够产生就是大视图的这个 缩略版或者说是啊截屏 是吧啊截屏 但这个截屏要带上引号不是真正的截屏 就是说我可以把整个流程图来变成图片 是吧把图片显示的小一点 那不就是一张缩略图吗 那啊这这这是基本能想的那种方案 那我们这边采用的是第二种方案 其实第一种方案呢也是可以写的可行的 但是就是说呃工作量啊工作的量就代码的量啊 呃比较大啊代码的量会相当相当大 所以我们这个采用就是说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案 OK那这种方案简单啊代码少是吧 那相对来说少呃但是就是说也是有缺陷的 比如说因为是图片 那如果你把图片放的特别小的话 你会发现就自然很难看清楚 所以我们还要附带就是呃这个小地图缩略图 也可以放到缩小是吧 也可以放到也可以变大变小一点 否则的话就是说呃这个呃 上面的文字看不清楚是吧 文字因为字因为本来这个图 比如说如果你的那个流程图画的成大 真的你非得放到一张小图片里面去 那很肯定是看不清楚的是啊 啊能看清楚才怪的 OK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呃用图片的一个呃缺陷 因为图片的话毕竟他是就是固定像素的 是吧不像你自己画的你可以画小一点 画的很小很小 当然了不管怎么样 你把一大堆东西变小之后 你想看清楚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可能 所以叫缩略图缩略图吗 只是看一个大概 OK只是看一个大概好 那我们这个来尝试一下来来来做是吧 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功能 所以我们要新建一个空间 专门来代表这个缩略图 所以我们在controls目楼下新建一个功能 啊我们就建一个叫converse map 因为我们这个缩略图显示的是画板里面的内容 啊画板以外的当然是不不用显示 也不能显示的OK 好 所以我们这边建一个用空间就叫 converse map converse map converse map 好把高宽去掉 那么这个converse map 我觉得最最终它肯定是放到了要放到这个mainwindow这边 ok mainwindow这边啊 那么首先我们把它先放放进来好吧 当然重新建完建了用空间就要重新生成一下 否则的话没有反应是吧 好 我们把它放到mainwindow的这个右下角默认放在右下角 以后我们会开发它的移动是吧 那它当然是可以移动的了是吧 可以移动的OK 给它起一个名字吧 给这个空间起一个名字 给这个空间起一个名字 就叫converse map controller converse map controller 高宽 给它一个先给它一个固定的高宽 宽400 高300 OK 然后对齐方式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对齐 那垂直方向我们就让它居下 水平方向就让它居右 OK OK好 那这个空间啊 空间先放上去是吧 空间 当然现在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现在空间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carus map 这个空间里面来 首先啊 它有个grid grid给它起个名字吧 叫root grid 在root grid 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白色啊 但你也可以改成其他颜色了 好 那么在这个小地图里面要放什么东西是吧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 至少是一张图片 因为我们要用图片这种方式 我们要产生图片这种方式来做 啊 不准备重画 如果你准备重画 那你grid的里面至少要放一个carus 来进行重画这些 啊 你那些star event and event 等等等等 OK 那么也就重画的话 你有一种元素你就得重画一次是吧 啊 这个就是比较就是 我就说就是代码和就是计算的这个强度比较大 大就带在这儿上 啊 那所以我们放一个图片的话 可以说比较简单 啊 放一个emerge 啊 然后给这个emerge起个名字吧 map emerge ok 然后它的这个图片的对齐方式要设置一下 这个emerge 它的对齐方式 str 嗯 哦 拼错了是 emerge 嗯 嗯 map emerge 啊 把它的这个对齐方式是吧 里面对方改成uniform啊 uniform把它撑出来是吧 撑开 好 啊 那么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用图片的方式大家想要想要的 因为图片它可以就是你因为流流程整个流程图可以变大变小 所以图片 流程图变大的图片就会大一点 像素就会多一点 流程图越小 那么这个图片就小 但是我们这个emerge 它的大小是固定的 现在是400300是吧 因为这个emerge 和yutical实验是一样大的 所以啊 在一样的一个大小里面去放不一样的图片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其实就是说画出来就总归会有一点就是缺陷啊 但是从就是说就是说开发的一个成本上来看的话 这个是比较就是说我们认为性价比相对比较高 好 那我们把emerge先放好是吧 放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就是说首先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啊 我们这个开发式图片怎么来 ok 那么幸好wpf有一种方式可以把任何用户空间变成一张图片 把任何用户空间的这个界面把它变成一张图片 这是有有有办法的ok 这有办法待会我们会讲到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产生这样图片 对啊啊 那么啊当然 当然我知我们从根本上讲就是说 当我的这个cvers的图形变化的时候我就要产生 那什么时候变化 我可以是拖了一个空 那个比如说start event进去 又拖了一个end event进去 又画了一根线 对不对啊 我start event或者我里面的元素的位置变化了 那么我的那个也变了 所以如果你要从这个上角度上来讲的话 你要在很多地方都要去 让这个重新产生图片更新 让这个小地图要刷新对不对啊 所以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是说呃 又用一个一劳有益的方法 那就是要用定时器 也就是固定时间我去啊 产生固定时间去产生 那当然这种方式呢有一个缺陷就是说 因为它是固定时间 比如一秒钟 一秒钟改一次 那这里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呃 性能的问题 那因为一秒钟就会就会去改一次 一秒钟更改一次 实时性是还可以是 每秒钟刷新一次 ok啊 但是它里边的代码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呃 执行的次数多之后会影响你的性能 是吧会影响你的性能 那么如果性能不佳的话 那么你还是可以改成手动的 就是说你在所有需要改的地方去调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些地方 比这个个性能更差 比如说move mousemove mousemove mousemove这个事情 因为你如果拖动 拖动里边的元素的时候 必定是要去刷新的 那你move一次啊我就要刷新一次 move一次刷新一次 那你move的这个性能一秒钟还要执行很多次 所以可能比这个还要慢啊 比这个还要慢 所以这个呢就是相对而言的 就是相对的 ok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需要定一个定时器 是吧 那他每秒钟来刷新一次我们这个小地图 啊每秒钟刷新 所以我们先把定时器做出来 那么呃这个wpf定时器不能用timer 得用这个 这个timer dispatch timer ok 不能用我们以前用的timer 啊 不是用的 啊不是用的 啊所以我们需要去new 这个dispatchtimer 然后设置一下它的基本的属性 一个是我要隔多长时间运行 运行一下 那我们隔一秒钟 啊 from second 那如果觉得性能差 你可以把这个时间放短一点 或者改改成手动的都一样 ok第二就是啊我每秒钟要执行的代码是什么 那这里我们也可以用匿名的匿名代理来做 啊 我们也用匿名代理来做不用事件的方式 匿名代理的代码比较 看起来好像干净一点是 ok 好 所以呃当定时器开始之后是吧 那么我们这里马上就让它开始 就是is enable 设置成to 啊 is enable 设置成to 那么也就是说每个一秒钟会执行这一段代码 啊执行这一段代码 那么这段代码就是用来更新的 那么为了支持手动更新 所以我单独建议方法 update control ok 那么作为定时器来说 我只需要调用这个方法 每秒钟调用一次就可以 那如果你要手动更新的话 你只要去调用这个 呃 covers map 空间的update control 方法 他就会更新一次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写这个update control 那么update control的这个方法的 这个主要功能就是 把covers 把main main里面的main window的covers ok 把它变成一张图片 是吧 当前的内容变成一张图片 啊 这个功能就是这样 就是也不是很难 哎 我们首先一步步来 那么要变成图片的话 首先需要的这个类叫 ridden target bitmap 可能就是说用的人不一定很多 这个类 ok 用的场景不一定很多 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bitmap source 它是从bitmap source 啊 继承下来的 所以这个类就是 帮我们来完成这个 把covers的内容就是说 取出来变成图片的这个功能 ok 那如果你想 啊 保存成文件 那么你还需要去建一下这个file 啊 建一下文件 好啊 所以啊 我们先要new这个bitmap 啊 ridden target bitmap 啊 先要去new它 在new的时候啊 在new的时候 在构造函数里面 你要给它这么几个参数 第一第一 前两个就是我这张图片的大小 啊 这张图片多大啊 这个图的多大 ok 这个图的多大 那么这里就有就有讲究 就是说呃 我要确定这个图多大 这个图多大呢 是和流程图的大小相关 因为我流程图越大 我这个图越大 如果我这个图固定大小的话 那么你想看这个流程图就画不下 是吧啊 就画不下 所以 这里边就是说我们需要先要确定 这个流程图现在是多大 ok 然后流程图现在是多大 那么流程图多大 其实就是canvas多大 流程图就多大 所以我们只需要确定canvas的大小 啊 canvas的大小 那么canvas的大小 可以从main这边直接得到 所以我们首先得到main canvas app.current.mainwindow 转换成imain接口 从main的这个canvas panel里边 可以得到它的actually过话宽和actually高 要用actually宽和actually高 不要用宽和高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canvas放在grid里边的 是随着grid自增加的 ok 所以如果你用宽和高 都要得到的是啊 无效值 所以一定要用actually宽和actually高 但是用actually宽和actually高 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 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设 就一定要设计好 就是说这个待会我们要扩充这个canvas 因为canvas一开始就是和grid一样大 就是和整个屏幕一样大 但是如果我以后把这个流程图 向右或者向下啊 或者向什么地方 进行扩大了 就是它不止这么大了 现在是和我屏幕以为 1024x768 如果变成了扩大了一倍 再变成2000多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actually宽和actually高 是变大了 那扩大之后它可能又会缩小 那它又会缩小 所以它是一个变化的值 那这个actually宽和actually高 是变化的值 但是我们图片啊 它不能去随时的去变化 因为我可能在这个canvas那边画了很 比如说5000的地方画了一个图标 然后我又把它变小了 因为我们是随着你的这个视图啊 真伸缩的嘛 它又缩小了 但是那个元素还在还在5000那个地方 所以如果我们也随着这个canvas的actually宽和高 来变化我们怎样图片的话 你会发现你最终就会发现就是有些元素啊 画在画在画在远的地方的这些元素 就会在搜头看不见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确定一个最大值 OK 确定一个最大值 也就是说我们每次update control的时候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canvas里边的actually宽和高 和我们是不是最大值 所以我们在这个canvas map里边定义两个高和宽 代表最大值 OK 代表这个它的最大值 然后每次update control的时候我就去判断一下 嗯 就去判断一下 如果我cavas里边的actually宽 大于了max这里的最大的宽的话 如果它比它大的话 那么我就把它复 复给这个max宽 复值过来 OK 那么下次update的时候它还会去判断了 是吧 还会去判断了 高是一样的 同理 如果cavas panel里边的actually高 大于了max的高 那么 就复值给它 注意这里的max高和max宽是这个m是小写的 因为是我们的成员变量 这个 也有max高和max宽是这个m是大写的 不要写错 OK 这里不要写错就可以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确定了它的最高的最大的宽和最大的高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图它的大小就是和它的最大值一样 保持一样 保持一样 max高和max宽 那么注意 这两个前两参数是整形变量 所以我们定义的是double变量 所以我们再把它强制转换成整形 因为图片的话它没有这么细 它都是整形变量 OK 那么第三和第四个参数是指的是这个 这个图片的这个水平dpi 那水平dpi我们就固定就可以了96d OK 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是96d OK 都是96d 好 最后一个参数是我这个图片的一个压缩方式上 微图的一个格式 我们就用pbgi 这种pbgi32位的那32位的图 32位 32位图就可以了 好 那么首先也就是说我们建了一张 在其实也就相当于你有这个ridden target bitmap的时候 其实就是建了一张在内存建一张图片 但这样图片是要要ridden就是就是要把图片画上去的 是要画上去 那么我们画的内容其实就是啊 可以通过ridden方法啊 它这个bitmap里边的ridden方法 把covers里边的内容画上去 OK 把这个covers里边的内容画上去 这点非常重要是吧 把它ridden上去啊把它ridden上去 好 那么画完之后啊 ridden完之后 那么也就是ridden方法执行完 这个covers里面内容内容就会放到就会刷到这个bitmap里面 那么我把bitmap显示在我们的图片上啊 显示在我们的图片上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呃 对于呃就代码量来说是非常少的啊 非常少的就这么几行代码就搞定了啊 这么几行代码就搞定了啊 那么现在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缩裂图了啊 能够看到缩裂图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现在我们这个这个图是不不能大小是固定的是啊 就是和我们屏幕一样大的1024x768的 ok 你会发现就是他每秒钟就会更新一次 每秒钟就会更新一次 啊 那么字是看不清楚的啊 这个字看不清楚并不是我们图片产生的模糊啊 不是我们图片产生的模糊 而是那个啊 图片太大了 ok 图片太大了 你图片产生出来的时候就是1024x768的 而我这里边才400x300 你把一张1024x768的图片缩到400x300里远去 他的字就会变得很非常模糊 ok 那么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同比例就是把它放大 有放大功能 如果你想在所有东西看得清楚 那么就把它放大 那么你说放大了 那不就是和这个一样了 你还不如看这个图 ok还不如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缩略图缩略图吗 啊 只是一个缩略图 好 好 那到这里为止就是说我们已经把这个缩略图的这个 这个小地图的功能其实已经完成了 那小地图的功能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小地方进行操作 ok 啊 这个在这个小地方进行操作 第一个第一个操作的 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啊 我们希望能就是说现在是正好是啊 这个展示的是我们整个页面整个界面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把它扩展 那啊 我们要通过小地图来扩展 所以我们在小地方放一个巨型框 这个巨型框代表就是当前我现在的区域 当前我现在的这一块区域 以后变大之后这个巨型 比如说这小巨型是这么一点点 那么就说明现在区域就在这一块 ok 通过一个小巨型来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map covers 里边啊 要再放一个空间啊 再放一个空间 放一个小巨型 ok 巨型是吧 不一定小 因为现在来说 我整个地图和我真实的这个流程图是一样大的 1024768 全部看得见 是吧 全部看得见 所以一初始的时候这个巨型是和我的小地图一样大小 ok一样大小 所以我们给这个巨型起个名字 就叫当前的REC 当前位置的REC 那个巨型上 当然也要给它一些颜色 它的边框颜色巨型 str stock 是黑色好吧 用黑色 然后 线的宽 1 默认情况 我让它水平方向是居左 垂直方向是居上 ok好 那当然现在我没有设置这个巨型的高和宽 因为这个小巨型的高和宽是要通过计算计算出来的 它不是固定的 它不是固定的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看这个小巨型的高宽 包括这个小巨型的位置 因为小巨型会移动了 位置怎么来计算 ok 那么也就是当我每次更新update control的时候 这个小巨型就要重新来计算 因为有可能我这次update control之后 我的小地图变大了 那么小地图变大了 巨型就会相对变小 为什么小地图变大了 就是因为我画就是convers变大了 如果我convers 比如说现在是1000 打假设1000乘1000 这样好好计算一些 一开始1000乘1000 这代表整个屏幕 现在是一屏都有 现在我这convers变大了 从1000变成2000乘2000 那么也就是说我一次只能看1000的地方 ok一次只能看1000 那么一次只能看1000的话 也就是说我这个小巨型可能在缩略图里面 就是只有一小块 ok小地图就在缩略图里就只有一小块东西 所以当我这个convers变得越大 这个小巨型就会变得越小 ok大家应该能理解啊 就是说我地图越大 那么我每次我在屏幕上能看到这个地图的 这个一小块肯定就是啊越小 对吧啊 这是一个相对的啊 那么小巨型代表的就是我当前正在看的那一块区域 啊当前正在看的那块区域 所以小小巨型的大小需要在update control里面 就是说每次都需要去重新计算一次啊 那么需要计算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啊这个小巨型的高宽 第二就是小巨型的位置 位置用margin啊 margin用它在一个grade里面 不是convers里面 不能用那个settop setloft的方法来做 好 那我们一个个来算 首先我们来算它的高和宽 current OK 宽 那么我刚才说了 它的宽是和我 呃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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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covers相关的 OK covers相关的 那么我 你想看 这个小巨型显示的时候总归是显示这一屏 OK 这一屏多大呢 和grid的大小是一样的 OK 和main的大小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main window的大小是一样的 OK main window这个root grid 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啊 它不会变 变得是covers的高和宽啊 变得是covers的高和宽 OK 好 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需要就是说 需要 做一个比率计算一个简单的计算 OK 那么当然我们的屏幕分辨率会变 所以我们不能说1024啊 1024也就是说 呃我我以1024为例 如果我屏幕是1024 但是我的画布是2048的 那么小巨型就是要一半 就是我小地图的一半 因为他只能每次只能看见一半的 对不对啊 就是一半一半大小 OK 就谁的一半大小呢 是covers map的一半大小 对吧 因为小巨型不能够 不可能比covers map 比我们小小地图更大 更更大 他可能最大就是和小地图一样大 所以计算的方式就是 我们把它的root panel 它的actually宽 比上max的宽 乘以this的宽 OK 这个可能粗看起来会比较别扭 这个就是1024固定的 就如果你的屏幕分辨率是1024768的话 啊 那么你的屏幕如果是1280 那就是1280 1280和max宽 max宽指的是 我画不画板的最大宽度 OK最大宽度和最大画板的最大宽度进行比较啊 画板的最大宽度进行比 那么如果画板和这个一样的就是一了比下就是一了一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我一个小巨型就能看到所有屏幕 那小巨型的宽和这个this点宽 this指的是啊 coversmap就小地图小地图宽是一样的 如果我最大是2048 对吧 而屏幕是1024 那么就是一半一半就0.5 0.5乘以this点宽 存以我小地图的宽度 那么也就是说巨型的宽度是小地图宽度的一半啊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算法 那么宽会算了 那么我想你的高也会算了 大概这个算法是一次就是同理的是啊 是同理的好啊 这是宽和高 所以宽高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啊 宽高是这样就这样计算出来的 第二个就是啊 他的位置 ok他的位置啊 那么我们说过 我们如果covers比较大的时候 covers是需要移动的 移动的时候也就是移动移动这个covers ok 因为我们不准备做滚动条 ok 因为水准方向可以做 水准方向这种滚动条其实并不好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在小镜上拖动 以后在小镜上做操作 ok 可以控制我这个屏幕的移动 那么移动的话 也就是我们要移动covers了 如果covers比较大 那么我把covers往左边移 是吧 那就不就下面就看见了吗 是吧 往这边移往上移 我就是看见下面 往左移就看见右面 ok同理我往右移就看见左边 往下移就看见上面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移动covers 但是注意 你不能那么我要移动covers 就是改covers margin 但是你不能去改covers margi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redden target bitmap 会受covers的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你去修改这个covers的margin 就会导致 这个redden target bitmap 它显示的这个图是错的 它不会显示全图 它只会显示你移动过后的图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在converse 外面的包一层board 边框 但是我边框不设置 就是说我们就看不见的了 这board是看不见的 包一层board OK 啊 包一层board 那么给它一个名字 就叫boardcavers OK啊 boardcavers 好 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去移动board 就没事了 你移动的是board 不是cavers 啊 不能去移动cavers 移动cavers不行 啊移动cavers不行 所以这里边就是说 呃 现在现在当然移动还没有做 以后移动的时候 是改这个boardcavers 它的margin 大概移动它的位置 好 啊 好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 预先要做的一个工作 啊 预先要做的一个工作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考虑计算 就是说这个巨型的位置 啊 这个巨型的位置 那么巨型的位置 我们说过 巨型的位置和board的位置 我们现在改的是board 马上不是cavers了 就是画板和画板的位置 是相关的 当我画板移动的时候 那么我也就移动了 所以如果board OK 那这个board 首先我要得到这个board 对吧 board先要去得到它 OK board要得到它 那么board 其实得到也很简单 我可以从man这边 我能得到cavers 对吧 那cavers它的parent 其实就是board 啊 它就是board 通过这个来做 来得 ok 那么我可以通过board它的margin 来得到它的left 这是我board移动了多少啊 但是注意board移动就就相当于移动了cavers 相当移动了画板 这的确是正确的 但是board移动了 比如我移动了1000 但是在小地图上不能移动1000 因为小地图不像真实的那个covers那么大 它是一个缩略版的 所以我要把缩略版的这个比率考虑在里面 这个比率就是我小地图的宽和画板的宽的比率 对吧 啊 去做一个比率 ok 去做一个比率 这个算出来才是我巨型的移动了多少 exo坐标 ok 那么当初始情况下 this的宽和max的宽 ok 啊 这两个因为初始情况下margin是0嘛 所以exo就是0 是吧 初始情况下因为top top left和top是都是0 没移动吗 ok 没有移动啊 那这边是高同理 和max高 的比率 算出来是y ok 那么exo y都有了 我就可以去设置啊 这个小巨型的margin ok啊 小巨型的margin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 就是说这两个子你都得复复数 给复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这个巨型 ok 这个 left top left top 设置出来都是负值 因为 你看看 left 如果是正数 那么 也就是说我的这个board会从上往下 就是往下挪 所以只有设成负数 它才会往上挪 但是我们的这个小巨型 却是啊 上下挪动的 ok 所以一定要去取负 ok 一定要去取负 那么呃 其实最简单方式就是以后你们可以把负号去掉 试试看 看看这小巨型是怎么移动的就可以是啊 那当然我们这个就是已经经过验证过 好吧 好 现在就是小巨型只是画出来 ok 因为现在board它的margin是不会改变的 max高和宽也不会变 ok 现在是固定的 所以现在这个小巨型的话就是把整个啊 这个数列图都把它囊括起来了啊 都把它包括起来了 对啊啊 也就是这就代表了就是说这个小地图能够看到现在你这个画板上所有的地方 那当然现在这个被挡住了是啊啊被挡住了 ok 那我们移动还没有做啊移动还没有做 包括关闭也没有做 ok 大家会发现在积类图里边的圆不圆是啊 不够圆 ok 这就是因为压缩过了 因为400车300和我们和我这个屏幕分辨率啊 他不是一个比率啊 那图片必然是会被就是压扁啊 会压扁 我是宽屏的 ok好 这个是啊 如何把小巨型画出来 ok 如何来把小巨型画出来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怎么来操作了这个 呃 这个小地图的操作 用到现在为止 我并不能改变我这个画板 啊不能改变我们这个画板 所以接下来就是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我通过小地图的操作来改变画板的大小 画板的大小改变了 那么我的数据图也改变了 像我的小巨型也会改变 小巨型的位置也可以相应的进行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东西 我们那么当然这个都要通过事件来做了 我们按照惯例建立一个初始化event的方法 ok 好 那么从事件上来看的话 从事件上来看的话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这个 呃 怎么来定义操作 是吧 怎么来定义操作 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说在小地图里边 你可以通过 选中之后 往这边拖 往上 往上 往上拖 往上拖就是地图会往下 就是你的那个covers会往下 往下挪 往左会往往右挪 ok 这种方式 啊就有点像我们的触摸屏一样 啊有点像我们触摸屏一样 这也是考虑到和触摸屏相兼容了 是吧 和触摸屏相兼容 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要做left button down left up 和move 那就是move事件 okmove事件 小地图的move啊 move move事件 这三个事件 ok 那么有人说现在这个covers就只有一两声器 我就和屏幕一样大 所以当我拖的时候 这个covers的大小需要增加 那有人说这个代码需不需要我自己写的 是不需要的 因为当我去改这个board的margin的时候 如果covers不够 它会自动延伸 啊它会有一个自动延伸 因为我现在是 和这个board和这个 board和这个create是一样大小 ok covers是和board一样大小 所以它会自动伸展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担心 就是说啊 我我往左拖了之后 这个covers会不会不够是吧 不够会不会 呃不能换上去了啊 不不需要担心 它会自动 自动延伸的啊 我只要把事件实现出来就可以 所以我首先要实现这个 啊啊 啊 鲁特固域的它的mouse left button down 事件 ok 实现这个事件 好 然后是mouse left button up 还有mouse move mouse move实现 这三个事件都要实现好 好 然后一次来执行是啊 当然一点handle了 这个肯定是要都是要去的是啊 嗯一点handle了肯定是要的 move不需要啊 move不需要一点handle了不需要 好 啊 那么down非常简单 left button down只是做个标记 所以啊 我只要定一个不好值啊 是否left down 如果mouse down了射成2 如果up了射成force 你看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是吧 比较简单的只是标记一下 主要还是在move这边啊 主要还是在move这边 啊 主要还是在move这边 所以如果left button down啊 move的时候left button down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做一些操作 那当然首先我肯定是需要得到这个点 而且因为移动的时候我要算出它移动了多少 所以我把上一次的点 上一次move的点要记录下来 last point 在上面定义一个last point ok 然后通过这个 e点get position 来得到当前的位置 当前我点的位置 当前摸不到哪一个点 ok 当前点用完之后 复制给last point 啊 那这样的话 呃 当前的点p减去last point 就是啊 呃 我这次移动了多少 是吧 它的x走y走相相 减一下 相减就可以了啊 那当然man我们还是要用的 所以man肯定是要先获取到 先把它弄出来 啊啊 那接下来也就是说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 当我mousemove的时候 当我做这个mousemove的时候 其实就是改改变一下这个board了 我要通过man可以得到这个cover 呃这个covers 得到得到covers 就相当于得到了board ok 其实也就是说 我要去改变这个board 它的一个 位置是吧 也就是move的时候 我只是要改变它的位置 ok 那么呃 改变它的位置 其实也非常的 呃简单啊 改变它的位置 因为board它的 改它的margin了 是吧 主要就是改它的margin了 嗯 好啊 改它的margin 那margin的话 主要就是确定x的坐标 和y的坐标 我们把它拆开写好吧 我们把它弄清楚一点 因为它的x的坐标 就是把它原来margin的x的坐标 原来的 当然一初始的时候 它是呃 0了 是吧 去加上我现在移动了多少 ok 我移动了多少 就是我当前的point减去 上一步的point的x 就是我移动了多少 在x走上移动了多少 同理我可以算出y ok 同理可以算出y 所以x走 y走 都有之后 那么我就可以对board 它的margin 来设置它的margin 啊 x y 0 0 好 好 那么 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x y 不能够大于0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操作是这样的 往上拖 往右 往左拖 ok 也就是最终算出来的xy 不能够大于0 大于0的话 这个这个就往跑到下面来了 ok 就跑到下面来了 就被就是呃 这边就不是零零点的画板 所以一定要禁止它这么做 所以如果算出来的x走坐标大于0的话 我让它还原成0 ok y走也是一样 啊 x走坐标和y走坐标不能够大于0 有人这个这个粗看起来比较古怪 那么你你其实细想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坐标往上挪的话 这是p的坐标 这是last的坐标 那么你看看p的坐标减去last的坐标 减出来的肯定是一个负数 所以x肯定是一个就是负数啊 不可能是一个正数 好 那有了这个moo之后 那么我们就来 就可以来看 ok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我可以移动 那你会发现移动的时候 这个小句型也在变小 ok 这个小句型变小就是因为 就是说我的画板在变大 啊 我的画板在变大 那当然移到这个点的时候就不能 这就是为什么x一定要大于0 啊 就算出来的x走坐标 y走坐标一定要大于0 啊 一定要小雨啊 一定要小雨等于0 ok 也就这样的话 其实我的我的这个board 它的那个 啊 margin 它的left top 都是复数哦 啊 它都是复数 因为它是往你可以看它的往上挪的都是复数 啊 我的board再往上挪或者说或者说往下往左挪 ok 这个千万就是要注意啊 千万要注意 ok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说把board它的一个计算啊 board的一个计算 ok 就做完了啊 board的这个这个小小巨型框是吧 小巨型框就做完了好 好啊 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要做的是这个放大和缩小 是吧 啊放大和缩小 那么包括就是说我们整个缩略图的移动 是吧 啊缩略图的移动缩略图本身的放大和缩小啊 啊这些功能那这个我们放到呃下节课下一讲继续啊 那这一讲我们建把整个小巨型的基本功能建立完成 好 那么今天的课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